阿伯我來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B.A.Y.阿伯 那麼今天這期影片呢 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要課哪一些禮包性價比呢會比較高 再來就是說啊 我們課金之後去獲得到的這個金盒 我們要怎麼樣去運用CP值比較高 那這個運用的地方對或錯差距還蠻大的 那我們在待會的影片呢就會來跟大家做一個詳細的分享 好那麼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不妨先幫阿伯點一個讚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你就可以收到阿伯最新資訊 那我們就正片開始 Let's go 好那首先呢我們就先來帶大家看一下CP值最高的呢 就是我們的月卡特惠權益卡還有這個典藏權益卡 那他除了他本身的給的這個元金加上金盒的反例呢 就來到了將近20倍左右 同時呢他還享有一些額外的就是bonus 就是額外的一些獎勵 所以說這個額外的獎勵呢是沒有算進去 他就已經來到了一個20倍的反例 所以CP值相當相當的高 好再來我們來去看一下其他的禮包 像是美日禮包 那每日禮包這邊呢是推薦說直接花670塊 包一個禮拜 那包一個禮拜這670花下去呢 反例大概呢是來到了11倍12倍左右 所以也還算不錯 也還算不錯 好再來升級莊園 每升級一個等級呢也都可以去購買一個禮包 那這邊的這個身裝禮包呢性價比的反例 大致上呢也來到了差不多13倍 或者12倍13倍那邊 所以性價比呢也是相當的不錯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素光基金的部分 那素光基金的話呢 如果你是想要練寵物的人 那這一包的反例大致上呢 是來到了將近20倍左右 跟我們的月卡差不多 所以說如果你想要課金的玩家 我是推薦先來課這個素光權益 然後加上我們的素光基金 那之後你還想要再多課一點的人 你就可以去課我們的每日禮包670 或者是這個身裝禮包的裡面的這個禮包 看你缺什麼都可以來去做一個購買 那這是我目前到這個9級莊園這裡 算下來這個反例呢都是相當的不錯 好接下來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戰令的部分 那戰令的話我覺得這款遊戲的戰令好像比較還好耶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有分兩個行程 一個是高級行程跟一個豪華版行程 那價格不一樣差蠻多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高級行程 那這邊花330塊 那我們可以去獲得到10張高級寵物券 加上兩個金色碎片還有圓金 那這邊大概呢就只有7倍的反例而已 那其他的話就主要是實裝啦 所以我覺得這一包的話主要就是來買這個實裝 好再來690的這個禮包 這邊我就有個地方不太確定 就是說高級行程可以獲得到這邊的獎勵 那豪華行程就等於說可以獲得到兩邊的獎勵嗎 這個我不太確定喔 這邊大家歡迎在下方留言板留言 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也就是說 是不是買豪華版就可以去獲得到4個金色的碎片 然後1620的這個圓金我不太確定 還有20張的寵物券 這我不太確定啦 那我們就單論沒有好了 就是只有這些獎勵的話 那這個性價比主要呢也是在買這個Skin啊 好那就算有包含高級行程好了 就是這個豪華版行程的獎勵 有包含高級行程的獎勵 我覺得呢反例大致上呢也是落在差不多7倍8倍左右 所以呢這兩包都是7倍8倍 但是這個7倍指的是說有包含到高級行程喔 這690有包到高級行程才有7到8倍喔 如果沒有的話哇 那這包呢這個性價比大概呢 只落在了4倍4倍左右 所以呢歡迎大家在下方的留言板留言 我是覺得戰令的性價比通常不是應該是最肥的嗎 應該來個20倍30倍的反例吧 我以往的這個玩手遊的經驗啦 那這個是不是我誤會什麼地方了 我漏掉了什麼 為什麼我算出來的反例呢 是有點可憐的 那歡迎大家再次強調 在下方留言板留言來跟阿伯做個分享 好再來我們剛有提到說我們去獲得到的金河 那金河這邊就有很重要的東西了 我們金河呢 最好是來花在我們這個精彩推薦裡面的開服特惠 那要去買什麼呢 去買這個禮包 買這個禮包要幹嘛 拿去賣 拿去變成黃金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金色要把它養起來 確實是太貴了 太貴太貴了 那一般的平民玩家呢 通常是養不太起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超凡晶片的自選箱 就可以拿去把它變成黃金 那我們來算一下喔 試算一下 這裡 一箱可以賣到8萬的黃金 一箱8萬 我們來算給大家看一下 一箱8萬 乘以5箱 對不對 那乘以還要扣掉這個手續費啦 所以乘以0.9 這是我們實際會去收到的一個黃金的數量 36萬 好多喔 好 那這邊呢 我們把它除以100 因為用元金 用元金去換 我們的黃金就是1比100嘛 對不對 所以說 這邊 五箱 就價值了差不多 3600的元金 那再加上什麼 再加上我們這邊 這個算50就好了 這算非常便宜喔 50是超級便宜的喔 所以這邊是600 再加600 再加上這個呢 8432 320 所以這一包的法力是多少 4520的元金 對不對 除以188888 等於說我們這個金盒就可以讓它 變成 2.3倍的一個價值呢 來去做使用 因為你直接換成這個元金的話 金盒跟元金的比例就只有1比1 所以說呢我現在最主要都是 把這個 拿去賣成 買這個 來買這個禮包之後呢 再把這個拿去賣 這個我自己用 這個我自己用 這個很重要很缺 然後這裡我也自己用 這拿去賣 這個拿去賣 然後這包也是喔 這包也是 這個也可以拿去賣 性價比也是相當高 也是相當高 這兩包是我算過最高的 最高的 非常非常的肥 瞬間呢就讓我多了 差不多五六十萬的黃金 超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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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黃金有什麼重要性呢 黃金超級重要啊 我們基本上呢 很缺很缺啊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在我們的這個奇珍藝寶裡面 會有個限時搶購 那每個禮拜呢我們可以花 4500的黃金去買到一個 稀有晶片的自選 那一個禮拜可以買20個 等於說一個禮拜 我們要有9萬的黃金 這是基本的 如果你是平民玩家 要想辦法一個禮拜 去賺到這個9萬的黃金喔 那除此之外呢 這個也是必買的喔 這也是必買的 這不是黃金啦 但這個必買 順便講一下 還有這個 這個我們也可以來個買 如果你是比較沒有時間去刷那個 競技場的那個積分 叫什麼炎翠獎章的話 那就可以來花這個360的黃金 來做一個購買 性價比呢 提升戰力也是提升蠻多的 好那所以說 如果把這兩個都買起來的話 這個基本上應該也是要買啦 這個我還沒買 這戰力也是加蠻多的 這戰力也是加蠻多的 所以說這我上禮拜有買啊 那你看這邊 我們一個禮拜要花多少的黃金 根本就非常缺啊 360 好 乘以200 72 72 這邊再加上27 再加上9萬 所以我們一個禮拜要花到19萬的黃金 那你直接拿金盒去換黃金的話 肯定是虧嘛對不對 那如果你直接拿元金去換黃金的話呢 也是虧 也是虧 所以說我們最好就是 去買剛剛那個禮包 去換成這個黃金 性價比呢 是最高的 可以讓你瞬間呢 就不用擔心很多事情 像我現在 很多東西都直接來拉這個拍賣場 很方便 好啦 那這就是阿貝的分享 那之後如果有再發現更多的這個好東西的話呢 會再陸陸續續的來分享給大家 那像這包也是可以嘛對不對 這包的禮包 差不多一個是800啦 扣掉之後 扣掉那個手續費差不多是價值720 720的元金啦 一個金色的 那乘以10箱 這邊就7200了嘛 所以這個就已經賺了嘛 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這個50是1200 然後這個50是算非常便宜啦 50元金的話我都想直接拉了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算是非常便宜啦 以一個 紫色來說呢 差不多應該差不多價值80到100的元金啦 所以說你看光這邊就已經兩倍了 對不對 光這兩個算起來就兩倍 還有我們這個很重要的 改裝藍圖喔 好啦 所以說呢 我們這個儲值最好呢 就是儲值我剛剛講的那些東西 還有呢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說 可以把金盒拿去換我們的黃金 那最近呢 趕快看到影片趕快先賣 因為可能這個金色 金色的又要瞬間掉一波甲了 阿貝之前影片一拍完之後 馬上就掉一波甲 馬上就掉一波甲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我這之前好像刪掉了耶 我好像差不多是這個 3月15號賣的 3月10... 欸這個 好像不是3月15號 3月14號吧 有點忘記了 那時候就發現了 那我要等東西賣掉 確定欸 東西賣的掉之後呢 再來拍這個影片 來跟大家做個分享 確實呢都賣掉了 而且賣的相當的快 相當的快 來給大家看一下現在阿貝的黃金是來到了 欸 黃金要在... 在這裡看 阿貝現在的這個黃金呢 是來到了38萬 加上這邊買掉了19萬 所以當初那時候我是來到了將近60萬 好啦 那我們今天這支影片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 希望啊 對大家會有幫助 那如果其他問題的話呢 也歡迎在下方的留言板提問喔 再來就是說齁 如果你是有時間乾的人 這個也是可以買 這個每天10塊 可以去買到3000的這個金利 那以現在的物價來說呢 我覺得還是蠻不錯的 一點的金利呢 大概可以有多少的反例 大概能夠會有4倍的反例吧 通常能一點金利賣到4塊的黃金 所以這邊就可以賣到1萬2 那花30點的金盒賣到1萬2的黃金 等於是120的那個元金了 所以性價比是非常高 只是你要花時間 要花時間去賣 花時間去農 賣是不用花什麼時間 要花時間去農 還有再就是說 也可以去買這個聯盟增頻補給的這個抽券 那每天可以去買一次啊 178 每天可以買一次 是比較便宜的 那如果你是錢比較多的玩家呢 可以去買這個本日限購99次的這個金盒 那這個金盒呢 裡面就可以去抽到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超凡晶片 還有稀有戰甲 跟這個高級晶片生品密鑰 這三個東西呢 都是非常非常好賣的 而且還有一次可以開到10個戰甲碎片 哇那你直接發財了好不好 好啦那我們今天這集影片的分享就到這邊 感謝各位收看 我是阿貝文曼 下集再見 拜拜 好 好 好 親